男性开腿是2013年开始流传的社会用语 来讽刺男性在公共交通上张开双腿 霸占两个座位的坐姿 为了停止这种不良的风气 德国柏林两名设计系的学生就发起了造反裤计划 他们穿着宽松的牛仔裤上公交展开反击行动 他们设计的造反裤内侧会印上停止开腿 或给我们空间的相关标语 当他们遇到开腿站座位的男子时 就会模仿男子的坐姿 让对方看到裤子内侧的标语 我们不只说在社会中心的空间 而是我们非常多的关系中心的空间 谁说的 谁会接受 谁会提供 谁会提供 谁会在社会中心 我们很关注这个第二句 因为它导致 男性的分析 只有一个小部分 对性的性格 对性格 对性格 造反裤计划的发起人艾琳娜和米娜 希望透过这种方式来反击 停止一些男性开腿站座的缺乏功德新行为 如今他们的计划已经起到了小小作用 少数开腿霸占座位的男性 在看到造反库的标语之后 就会改变坐姿 尽管改变了少部分男性的行为 但他们的目的是要让男性来反思 在公交上的自私行为 同时带出不开腿坐也很舒服的信息 艾琳娜透露造反库让她感到更有力量 也更有信心会继续这个行动